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忠臣 老吴今天跟各位聊个话题 聊个话题叫做 什么叫做观光柴 或者叫做文化 文化柴 我们要到一个地方去玩 比如说我常讲的是 台湾挖仁村 挖仁村的特色就是挖仁 我就是挖仁村村长 我就可以代表挖仁村 那因为这个地方 有一个日子时代留下来的小用词 他训练台湾的小朋友们 日桥还有黄明 那我们不提 我们先提就是说 一个地方一定要有在地的特色 比如说省村吧 省村就是一个移民社会 全中国36个行省 大江南北来的人 所以语言就不一样 所以我今天就跟各位来讲一下 比如说省村文化我常在录了很多影 其实我们归纳起来 可以分成几个 大概有六个大象 算是一个观光柴或者是什么样 或者是文化的意涵 你要去观光 你当然要看东西了 你不能是上车睡觉 下车尿尿吧 就是这样而已 其实我个人认为 省村文化里面有六项 第一个是方言 所以我在讲南强北调 现在很多的第二代第三代 都不会讲方言 他家里的父母 有个人知道父母是南北河的话 更加不会 两个都不会 父母的家家话都不会 那南北河的原因是因为战乱 这个我们不提 第一个是方言 第二个是饮食 大江南北的人的饮食习惯 北方人吃面食 南方人吃这个饭 那这些饮食就是一种不同的口味 第三个是生活习惯 五里不同风 十里不同书 当然生活习惯会不一样 那个生活习惯包括了衣着 比如说我们在台湾要穿棉袄的机会 几乎没有 夏天你真的是 四季如夏 可以这样讲 不是四季如春 而是如夏 那我冬天的衣服非常的少 而且冬天冷的时候就那么两天 所以基本上用一个大夹克就盖过了 那夹克都还嫌占地方 第四个就是说 因为它是一个移民的社会 它就会有很多移民的一些特征出现 那这个移民的特征 从原来的中国大陆内地移民来台湾 刚刚已经讲过有方言有南强北调饮食等等的 那他本身他这种人的这种生活习惯 这些东西都属于移民社会一个典型 那再加上通婚的关系 比如说台湾内地来的人跟台湾人通婚 跟客家人通婚 跟原住民通婚 现在还有跟什么 跟外国人 比如说东南亚最多了 印尼 泰国 越南 这些都是 那还有跟更远的 比如说乌克兰 东欧 那甚至于跟美国人通婚 跟英国人通婚 跟世界各地的人通婚 这些通婚的结果 都会在这个地方产生一种特殊的一种样态 除了刚刚讲移民 移民就会有一种混血 实际上台湾人 台湾原始的这些人 因为在荷兰人统治过 西班牙人统治过 西班牙人统治过 那日本人统治过 所以这些混血的这种情形 是很普遍的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再来就是 汉人来台湾开墾的时候 跟台湾的原住民通婚的例子 非常的多 那汉人来台湾的时候 有所谓有闽南 跟广东 这是最大宗的 广东里面有客家人 那客家人 因为他们卸斗的关系 增地盘的关系 所以客家人往山里面去 所以客家人最早跟原住民通婚 各位现在看我们台湾很多的电视剧 影视作品里面 都在讲这些故事 那再来就是 闽南人 汉人 其实客家人也是汉人 闽南人也跟原住民通婚 所以很多的原住民 现在我们台湾有16个族 16个族 16个族 原住民 以前是9个族 那这个 现在已经扩展了16个 还有第17个正在待验证当中 如果各位对原住民文化有兴趣的话 那在很多的那个文献上有的民族 比如说西拉雅族 格马兰 通通都没有了 他没有了 是不是他就被消灭了呢 不是 他是民族的融合 这个其实就像说 新疆的准格尔 准格尔现在是个盆地 其实准格尔是一个族 族的名字 是被康熙给他灭掉了 男人都杀死 然后女人呢 通婚 女人没有战斗能力就通婚 通婚之后 他的血液就融入了这个 同样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人 北方人 你可以看他那个样子像外国人一样 其实事实上他的血统里面 可能就有辽啊 金啊这些人 女真族啊 这些契丹啊 这些人的那个血统在里面 包括蒙古人血统等等等 这就移民社会 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 我童年的时候 就看到很多很多山东印 其实长得就像那个 就像那个好莱坞电影里面的明星 奇怪 他不是从山东来 讲了一口山东土枪 怎么他长得像外国人 实际上各位 如果你了解的话 你去研究一下那个全真道 邱祖基的故事你就知道 邱祖基当年 他没有跟着宋朝跑到南方来 那个北宋逃到南方那边南宋 那当时宋朝希望他能够来 因为那个算是 道教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 但是邱祖基很聪明 他掐子一算 他说宋朝祭祖结束了 应该要接受金 金这个族 金就是女真族了 简单讲是女真族 金啊 青啊都是女真族 女真族的人 没有为难他 因为他有相当 他靠拥有相当的聚众能力 所以没有迫害他 而且还鼓励他 所以在金的保护之下 他就在交州半岛这个地方 发展的非常的蓬勃 所以这个全真道的主庭是在山东 然后再来就是金被圆灭了 成吉之上还召见过邱祖基 这些故事大家如果熟悉全真道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 那你就可以知道说 为什么我常常想到看山东人 长得跟外国人一样 有的头发还有卷的 有些那些特征 都不是汉人的特征 甚至鼻子很大 阴沟鼻 还有额头很凹陷 眼眶很凹陷 等等等等 那些特征 都不是汉人的特征 那是怎么来的呢 混血 所以我刚刚讲说 这个文化里面 眷村文化里面 也有这种现象产生 这就是第四个 就是移民的文化 那第五个就是生态 除了这个人物以外 这个地方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之外 他也养了虫鱼鸟兽 我在介绍大水沟文化里面 有讲到大肚鱼 有孔雀鱼 还有什么鱼狗 一大堆的虫鱼兽 这就是生态 生态是需要保护的 所以生态这个玩意儿 就像说 我讲说赏鸟 亏鸟 这些我都讲过 如何去亏鸟 如何去记录生态 如何去观测生态等等等 这些东西 就是一个深入旅游的人 深入探讨一个地方的人 需要的 但他只接引有缘人 这些东西全部要接引有缘人 如果你是一个老粗 你就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吧 第六个就是文艺跟娱乐 这也是代表一个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至于说其他的什么建筑 那些都是题外话 好了 讲到这边来讲 我们具体一点好了 具体一点 讲一个这个东西 手边刚好有一本书 这本书是 东京五星级的伴手礼 伴手礼 那是一个日本人写的 然后台湾人翻译的吧 里面都是中文字 而且还有地图 还有店家 还有他的非常的精美 我觉得看得非常有意思 可是实际上里面的东西 大概你都 我不知道你吃过没有 我都吃过 不是什么特殊的昂贵的料理 因为它伴手是要让你拿走的 糕点 大部分是糕点 这些东西 点心 然后它是在 在什么地点 地图都有 所以如果你要按图所记的话 很容易找到 那凡此种种 这个都是一种 实际上这里面很多 很多的 特殊风味的小吃 实际上有重复 因为它这个文化 比如说玉子烧吧 玉子烧就是蛋 就是纯粹用蛋 煎蛋 然后翻来翻来翻来 折成一个方块 那实际上它的操作 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当然还有什么 像比如说德国的 德国面包 那还有 因为日本人 这个最早进入日本 做贸易的 国际贸易的是荷兰人 荷兰人 所以日本有很多的 像田布拉 田布拉这个 这个是荷兰话 我们现在讲的 欧链 欧链 欧链也是 也不是黑轮 我们用中文字写黑轮 实际上欧链就是 日本讲欧链 欧链 欧链也是外来语 同样的 田布拉也是 天妇罗 田布拉也是 那些原来的 喷条的 这些食物 都源自荷兰 荷兰 荷兰人的东西 也不是存的 因为荷兰是一个 商业的一个国度 它在世界各地 做三角贸易 从这个国家拿的东西 到那个国家去示众 结果成功之后 就在那边 台湾原来没有黄牛的 台湾的黄牛是 荷兰人引进的 不是清廷 也不是明朝 没有 明镇时期用的都是水牛 水牛只有在 凉快的时候 才能工作 正午的时候 不能工作 因为它没有汗线 它必须要在烂泥里面打滚 舒服 凉快 一旦在烈日下面 它就没办法工作 停机了 那台湾的黄牛是 荷兰人引进的 同样的 番薯 就是地瓜 有的叫红薯 有白薯 番薯 番薯原产地是在南美洲 是从 荷兰人把 从南美洲移植到印尼 印尼之后成功以后 就从印尼又移植到台湾 结果这个东西很容易长 结果在明朝的时候 有汉人 福建的汉人 把这个地瓜 拿到福建去种 现在福建的地瓜 也非常的漂亮 那些漂亮的种 那些人都知道 这个是来自台湾的 可是又从福建又往上 又到了广东 又到了湖南 一直往上 连到北方都有 都有番薯这个东西 所以你看 要归功于谁呢 荷兰人 好了 今天就讲到 这里面有一本书 里面很多拍照 精美照片 看起来就很有实欲 实际上这些东西 都没有什么特殊的制成 或者是有什么特殊的东西 那它就是一个 告诉你说 你来这个地方 你可以 你可以 这边有伴手礼 伴手礼就是 就是你可以带走的 是有吃有喝 有玩有乐 这就是 这个观光柴的一部分 以上跟各位分享 这个伴手礼 跟这个观光柴 谢谢